正言上人行脚台湾连日来在各地 复位八八水灾的受灾相亲 也见证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上人提醒大家 这次的水灾是希望人们在艰难中激发强韧力 在繁琐中学习耐性 救灾与重建的过程经常会接到变化球 再再都是考验我们的智慧 绝不能放弃 关心莫拉克台风重创满台湾 正言上人行脚各地亲自走访受灾地 关怀受灾乡民的未来 也感恩慈祭之工们 就算自己受灾也能够站出来用爱付出 真的看到了人间大爱 这十九天来在外面 所见闻无不都是令人感叹 感恩感动 那当然还有一个悲痛 完成第一波的安心救灾工作 接下来是中长期的安生活计划 永久住宅的取得并非容易 土地与受灾乡民是否能够接受 都要一一克服协调 未来还更需要源源不绝的爱心投入 才能够实现这个计划 各位菩萨们 我们还要努力 因为变数中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我们人人都在苦难中 掌养慈悲 我们不能因为这么多的变数而放弃 所以我说在艰难中计划认力 还要在繁琐中 还要学习耐性 苦难考验着智慧 但愿慈悲与智慧并行 只要认力够耐心足 人间有爱一定能够走出平安的未来 待新闻干预为刘正恩登明以花联报道